3月1日被称为网络大屠杀的中共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效 在2月29日中共网警对社交媒体的大屠杀就已经启动 大批感言账号被停或无法登录 第一波被开刀的包括香港媒体人方可成的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 账号已经被封锁 据此前爆料这是迄今中共最严厉的一次网络整肃 武汉肺炎危机给中国企业主带来严重冲击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一位业性眼睛制造公司老板由于无法获得公司贷款 他只能以自己的公寓作为200万元个人贷款的抵押 越来越多中小企业老板被迫以房产抵押申请贷款 但疫情爆发已经造成中国大部分经济活动中断 或很快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或前散潮 继中共吹捧首例新冠肺炎双肺移植手术后 3月1号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又完成一起新冠肺移植手术 这两宗移植手术因为获取肺炎时间短 而且有预约供体的嫌疑而遭到外界质疑 另外浙大刺主刀韩威力 该医院党委书记梁挺波 前院长郑树森均因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被海外国际组织追查 因中共隐瞒疫情 武汉肺炎疫情已蔓延全世界 近日陆媒三炮齐发 纷纷披露中共卫健委隐瞒疫情的内幕 分析认为财新网 新京报 财经这些文章 看似在揭露中共 但是指向的层级仍然有限 应该是得到了最高层的允许 排除孙春兰未来会被问责 甚至有更多的隐瞒疫情的内幕出现 新调而解态电视终于报道